这是这儿吗 对 到底找什么样子啊 等天亮你就能看见了 我多想就这样靠在你身旁 躺在你温热的胸旁 老师 记不记得 姚洛之前说过 王楠楠从小就没有父亲 母女关系也很糟 是个绅士悲惨的人 而薛洪的父亲也离开了她 她又从她母亲的姓家离开了 亲属关系一样很长 这两个人的处境非常像 而张珊珊从小遇到那样的父亲 不定受到了怎样的阵容 所以等她长大以后 根本没办法理解正常的情感 她必须要给自己的心理压抑找个出口 你是说张珊珊是因为了解到了 王楠楠和薛红的身世 杀人 对她自己来说 是给她们一个解脱 对 我现在很怕她也是这么想安宁的 不会 她知道安宁是有父亲的 是幸福的 还有 她故意挑选了 与当年的嫌疑人姚乐有密切关系的王楠楠 并且在现场留下了柳梦的头发 就是想引导我们重启旧版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我觉得她就是想告诉我们 当年的凶手就是张思成 怪我 当年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我还是觉得很猛的 她杀王楠楠的时候 这么冷静周密 杀薛红的时候又这么愤怒 到底为什么 喂 我们已经到了 没有发现人 是她们已经变成小水坑了 是她们已经变成小水坑了 没有编曝车 没有编冲车 都有你 不要 救命 吴嘉 你们来了 安妮呢 放心 她还没死 那老大姐说她拿个行李箱出去她装什么呀 把枪都放下吧 你们多长时间才打一次拔呀 一枪打不死我我就点火这片水都会烧起来谁也救不了 我去年来过这里 我想让她变回原来的颜色 我就把水点着了 没用 过了两天还是这样 你们已经发现我留下的东西了吧 那是张思成的东西 不是你的 把搭回去放下 她是个怪人 她是个怪人 小的时候我就怕她 等我长大了比她高比她强壮 我还是怕她骨子里的怕 我都知道 去年她死的时候神志不清了 告诉我很多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妈出门 张思成骑着摩托车去追 我妈被车撞死了 她摩托车翻了 受了伤 一边胳膊飞了 没办法再杀人了 从那以后 她就把所有的恶毒的欲望 都加到我身上 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自从她死了之后 我发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我也想杀人 特别是第一次回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肮脏荒芜的样子 我觉得世界上 没有什么可值得灵敏的 一到晚上 我待在那个屋子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 有个声音对我说 去沙巴 穿着她的衣服 你的恶念就是她的恶念 你的罪行就是她的罪行 让世人知道她的样子 让世人知道这个恶魔的存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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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自己身上有她的基因 我恨不能换掉自己身上的血 我恨不能换掉自己身上的血 可我骗不了我自己 穿着她的衣服 我还是我 我也是个恶魔 珊珊 小时候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你不是张思诚 放了安宁吧 罗安宁能遇到你们 他真的太幸运了 我知道他的经历 我羡慕极了也愤怒极了 为什么他遇到的都是天使一般的人 而我却落入了恶魔的手里 张思诚死了之后 我不再叫张三山了 我叫吴家 因为自从十岁之后 我就已经没有家了 我明白 我明白你杀薛红时的愤怒 就是因为知道了安宁的身世 但安宁不是薛红 安宁也不是王楠楠 她现在有家 杀了薛红 我后悔过 我不想再干下去了 我也想像陆安宁一样 治愈自己 让自己内心的伤慢慢变好 去感受这个世界的那些好意 去感受那些温暖 也许 我就能有一个正常的人生了 有时候 我挺期望你们能抓住我的 你好 这里是南都市街景中心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可我又怕齐莎莎说出我的名字 莎莎 我知道是谁了 这才是真的 你说 是谁啊 你来这里找我吧 挺分裂的吧 我不是陆安宁 我没机会了 不 张晨晨 你听我说 你还有机会 给安宁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 他还有机会吗 我想回家了 你知道你爸是谁吗 陆行之啊 我是说你的亲生父亲 不知道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我是计算机高手啊 我查到的 你的亲生父亲 是一个罪犯 社会的渣子 十几年前他打伤了很多人 被判了重刑 现在他已经死了 你骗我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亲妈也不是什么工人 她以前是个小姐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不许你这么说吧 我只是告诉你 他们不会告诉你的真相 你现在好像很幸福 但迟早有一天 你会感觉到 你不是陆行之和杨曼的女儿 你是人渣的后代 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 你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恶毒 她还有机会 我求你了 你放她走 没有 没有 我早就知道 乐园已经不存在了 任我能打转 是我不敢保证 我电话 我开枪 你不能把她的儿子都在家里面 我说你都没关系 你走 不况别人家的儿子 我妈当初怎么会看上你 看上你这么一个缩头乌龟 你当时要对我妈好点 你要去保护她 我妈怎么会死 你算什么男人 张珍珊 为了你妈妈 死我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给我道歉 就算我妻生父母 是你说的那样 我也不在乎 你说过的 要跟罗伯赛跑 让她追不上你 逛不着你 你忘了吗 我现在有家 我有爸爸妈妈 我现在很幸福 将来也会是幸福的 交接着我 看你 我去医生 是什么事 为了吗 我去医生 你去医生 我去医生 我去医生 我是米兵满 我去医生 我去医生 怎么样 怎么样 魏正荣 你见他们是个多福 我都跟他说了 安宁 你告诉爸爸 都发生什么了吧 不用说 什么时候想说了再说 他算是回来了 这上北京加班去来 我累了 我想歇会儿 别躲了 儿子又跟我说了 儿子要考警校 当警察 我不拦着 我不管 将来有他媳妇去他操心 你这段日子都干啥了 我也都知道 瞒着我干啥呀 你怎么知道我会生气呢 你想干什么 干啥 半顿子走路多 穿上合脚的鞋 走 去 起见吧 在这儿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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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